新年進步,萬事如意,身體健康,而且最重要的是投資要多賺點 屬候的朋友其實今年是相當不錯的,即是Pokeme說,如果你不以一個賭博心態 我比較建議屬候的朋友賣證古的,因為屬候有一顆暴敗星,比較賭博的東西我會不建議他做 例如有一個人給你一個號碼,然後那個號碼你又不知究竟是什麼 我就會建議你,不如不要點吧,只是點一些你比較熟悉的東西 或者你比較感興趣的東西,這樣都可以的 屬候,今年基本上運氣不錯,所以財玩通通,買什麼基本上都點石成金 但唯一是要注意暴敗星,所以記住一定要適合鎖定你 雞是財運最好的一個生肖之一,就是屬雞的朋友,恭喜你 六傳星在公位,六傳就是利潤,所以屬雞今年也是非常好 我會建議屬雞的朋友買一些龍頭的企業,即是龍頭企業,大企業 不要買一些很新的企業,甚至乎你未聽過的也不要碰 我會建議買一些古王類型的那些,這樣會好些 甚至乎用一些衍生工具,這樣也是可以的 但都是那一句,盡量買一些比較出名些,有名些 行內的龍頭,是會特別容易賺到 屬雞呢,今年我們叫福星高照,最好我覺得 是自己個人去做research,個人去買古橋的 會好些,即是不要聽得別人說那麼多 反而是自己聽得太多別人說,就會太多不同意見 就會左右了你的意見,即是有些又說賣,有些又說不要賣 那你就會左右到你的意見 那原本是你自己的思想是正確的,又被人左右到 那就會好得不償失 那所以呢,屬雞的人呢,他今年呢 我最重要就是冷靜,即是冷靜分析 那也可以一個人去思考,即是不用那麼害怕的 即是一個人呢,不會說做錯決定的 但是呢,那個節奏可以拖慢一點的 而且我覺得呢,也是買外國的股票呢 或者外國的金融產品是會很適合的 豬都是一模一樣的 又是外國型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衍生工具,或者房地產 是會比較適合屬雞的人 那屬雞的人呢,也是一個叫改善財運的方法 那其中一個改善財運的方法呢 那其中一個改善財運的方法呢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手機呢 就是可以買賣股票的了,就是很方便 那譬如,屬雞的人呢,可以在道路上 搭車上,路頭上去做這個動作的 而是有利於他的 那所以呢,屬雞的人呢 可以在,譬如去 去另一個國家,或者到 路途當中 那可以去做這個動作呢 運氣有所提升 但是屬雞呢,今年唯獨是 是要記得,不要太過急 即是太過急,就會練到節奏 練到節奏 那要給點耐性的,即是有時候利用呢 要給點耐性 就住在那邊 等下